大家好 這個影片主要是要教大家 如何去使用我們AS的IOLINK模組 如這個照片所示 我在這個範例裡面 是用一台IOLINK模組 叫做04SIL 去接在AS主機的右側 上面通道2的地方 我借了一個IOLINK裝置 然後也要記得 IOLINK模組需要24V電源提供 所以也必須要接24V進去 這個就是硬體上面 我先配置好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回到ISPsoft 如何去增加這個IOLINK模組 那我們首先先打開ISPsoft之後 先新增一個專案 打開之後 我們先確認好可不可以跟CPU通訊 先用網路線連接 確定可以通訊之後 我們再打開Hawaii Config 這邊打開方式是雙擊兩下 好打開之後 首先要做第一步 我們先匯入IOLINK裝置的IODD檔 IODD檔就是我們IOLINK裝置的電子描述檔 匯入進去之後 這時候我們的模組才能夠辨別的出IOLINK裝置 匯入的話怎麼做呢 我們先打開這個 先點到Tools這邊 這邊有一個檔案匯入的按鈕 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進入檔案的安裝步驟的流程 好這時候我們是選擇IOLINK的電子描述檔 是叫做IODD 那這IODD就是必須要跟IOLINK裝置的原廠去取得 那取得之後我們再匯進來 好這個是在選擇IODD檔的檔案 所放的路徑 那假設我就是要匯入這個檔案好了 好再按下一步 好再按下一步 它跟我說還沒夠 好這時候就安裝完 安裝完IOLINK裝置的IODD檔之後 這時候我們要加入IOLINK模組 那因為我現在已經都配好線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CPU偵測的方式去把它加進來 當然另外你也可以用手動加入的方式 好這下我們先用Scan 好他會先問你 我這時候CPU要去掃描現在的模組了 好接著他會問你說那IOLINK模組 現在要不要去偵測 那四個通道上面的IOLINK裝置 那四個通道上面的IOLINK裝置 就一樣按Yes 這時候IOLINK上面四個通道就會 一個一個去偵測 IOLINK的裝置 那因為我已經有接好了 所以就讓他偵測就好 好現在偵測完畢 好然後點到IOLINK模組這邊 這邊有一個這個IOLINK頁面 點進來 好那這個就是剛剛我在通道2的地方 所接的裝置 好那這時候就可以將這個掃描到 偵測到的裝置 我們把它下載到CPU裡 好那這就是使用IOLINK模組的方法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 要怎麼去讀取感測器的值 那在這畫面裡面有看到 這個process data的頁面 點進去之後可以看到這個 通道2的地方會佔用四個WORD 那這四個WORD的顯示的意義 在下面有顯示 好這會佔用這幾個WORD這樣 那每一個感測器都不一樣 所以要看每一顆感測器的定義而定 那知道有會佔用四個WORD之後 再回到ISP這邊來 我們先新增一個裝置監控表 好那雙擊兩下 可以打D26000 四個WORD 按線上監控 那這邊就是感測器回傳的值 它可以看得到 大概就是 怎麼去讀取感測器的值 是這樣子去看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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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